普京命令俄军进入乌东地区 难道俄乌真的要打起来了吗 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吗 当地时间2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 并签署了相关协议与总统令 当天晚些时候 普京还发布了另外一份总统令 指示俄武装力量进入顿巴斯地区 执行违和任务 普京视频讲话的内容是值得关注的 它详细阐述了俄乌关系的历史严格 以及乌克兰问题的实质 普京称 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创立 或者确切地说 是由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创建的 而这一进程 起始于1917年革命后不久 列宁以及其同僚对俄罗斯历史领土 极其严厉地分离切割 此后斯大林与卫国战争前后 将曾经属于波兰 罗马尼亚 匈牙利的部分领土 划给了乌克兰 而后1954年 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 从俄罗斯划走 交给了乌克兰 现代乌克兰的领土 就是这样形成的 同时普京认为 列宁主张的民族政策 有一定的问题 对民族主义者做出了让步 尤其是允许加盟共和国 无条件脱离联盟的法律条款 为日后苏联的解体 埋下了祸根 总的来说 普京认为 苏共的民族政策 对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们 过于慷慨 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回看 并结合当下的政治局势考虑 列宁当年 这么做可能并无必要 实际上 这已经不是普京第一次 对列宁的民族政策提出不满了 去年7月12日 普京就发表过一篇文章 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 谈到过苏联时代 民族政策的种种问题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回过头去翻一翻 在那篇文章中 普京对俄乌民族问题 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论述 当然 在21日的演讲中 普京也提到 内战期间的局势 本来就非常的复杂和危急 他谈论这些问题的目的 不是对历史上的领袖进行指责 而是想强调一个历史事实 苏共的民族政策创造了乌克兰 列宁是乌克兰的作者和工程师 公开文件还记录了列宁 关于顿巴斯的指令 将其从俄罗斯分离后 强行挤进了乌克兰 普京还特意说到 现在乌克兰感恩的后代们 还把列宁纪念碑拆了 这就是他们的去共产主义政策 随后 普京批评了苏联在治理 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失败 以及精英阶层的腐败 等种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 还说到 在解体过程中 俄罗斯承担了领土 经济等方面的损失 但还是帮助了 遭遇困难的独联体伙伴 包括乌克兰 据估计 从1991年至2013年间 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的 各类经济补助 约为2500亿美元 同时偿还了苏联时代的 1000亿美元外债 而这一债务 本该由各家盟国共同承担 此外 普京指责乌克兰 在试图利用俄乌关系 与西方讨价还价 威胁西方如不给予 优待政策 就导向俄罗斯 而在历史教育上 乌克兰当局一直在修改历史 篡改集体记忆 以便与俄罗斯彻底切割 这导致极端民族主义 迅速发展成恐恶症和新纳粹主义 而其中的激进分子 参与了北高加索地区的恐怖组织 普京还称 乌克兰的政治和选举程序 只是不同寡头之间的权力游戏 而他们亲西方的行为 并不是出于为人民谋复制 只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 并且把钱打进西方国家的银行账户里 就连2014年政变活动中 美国给反对派下发的资金 也都被打进了领导人的私人账户 而那些走上街头的人 又得到了多少呢 最好别问 政变并没有给乌克兰带来光明的前景 反而让其陷入经济衰退 继承自苏联时代的工业技术 也逐渐荒废了 苏联曾经的心脏地带 如今已经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除了乌克兰自身 普京还谈到了北约东扩的问题 北约曾经给予俄罗斯口头承诺 不会进行东扩 而现在看来都是空话 西方还称 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北约 会缓和欧洲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而现实则完全相反 当某一国家加入北约后 就会迅速成为美国的反俄前哨战 普京直言 美国的态度实际上很明显了 不管你的制度和政策是什么样的 他们与俄罗斯为敌的实际原因是 不需要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存在 另外普京提到 俄罗斯仍愿意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 前提是西方要尊重俄罗斯的核心诉求 其中包括三点 一 北约停止东扩 二 禁止北约加盟国 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 最后将北约在欧洲的军事潜力和设施 恢复到1997年签署 俄罗斯北约基本法案式的状态 而对于乌东地区的细节 普京没有多谈 只是说到了人道主义的问题 以及批评乌克兰极端主义者不接受除武力以外的解决方式 最后就是 即日起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 普京的演讲时间约一个小时 内容长度都快赶得上一篇论文了 在相关问题上讲得非常细致 基本是近些年来 俄方在相关外交问题上的立场的概括总结 当然了 普京的回答代表的是俄方的官方态度 有些苏联时代的问题可能会引起中国网友的争议 但是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全当参考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